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杭州亞運出大事 海報賀見這兩字 官媒表示 在習思想指導下 暴突權持續噴湧20年 爆炸消息泄露 國防部遮不住 北京傳風聲 翻車現場 盧沙也出醜 盜用NASA照表揚自家人 中共重大升級 應議會研究員被捕 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歡迎來到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9日星期六 亞洲時間星期日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杭州亞運出大事 海報賀見這兩字 第19屆亞運會將於本月20日到10月8日在中國杭州盛大舉辦 不過近日杭州亞運的宣傳海報疑似傳出辱華嫌疑 根據社交媒體X帳號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8日所發布的推文顯示 這份海報 中共有三處將臺灣稱為國家 包含一開始杭州亞運的介紹文 在到賽事欄中的足球項目及藤球項目中 都將臺灣與韓國 泰國 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並列稱為國家 並不是臺灣在以往參與國際賽事中常用的中華臺北 該海報負責人據傳是中共金華士團委 按照以往中國小粉紅判定的辱華標準 這份海報已經構成辱華事實 X網友也紛紛留言笑稱 我不辱華 華自辱 這下算是官方接受臺灣是獨立國家了 分裂國家 要捉起來了 等字句嘲諷中國小粉紅出征 所謂辱華案件的舉動 官媒表示 在習思想指導下 暴突權持續噴泳20年 6日 山東濟南廣播電視臺旗下網站濟南新聞網 在報導 暴突權持續噴泳20年這一新聞時 在視頻中加入朝鮮金氏家族風格的宣傳 原話是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 暴突權持續噴泳20年 全程匯救生態文明新圖景 這則低級紅高級黑的翻車宣傳 引發不少網民嘲諷 上任僅10年的習近平不但再度指明了方向 不僅是為噴泉指明方向 還超越了時間 提出 不到10年已經能指導20年前的暴突權了 有網友說 我希望習主席可以指引我午餐吃什麼 還有網友調侃 我認為只有近10年是在習思想引領下噴的 前10年噴 主要還是靠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也有網友說 有個疑問 20年之前沒有聖上思想引領的時候 暴突權是沒生命不留的嗎? 爆炸消息泄露 國防部遮不住 北京傳風聲 8月下旬 網路傳出一艘中國解放軍093型核動力潛艇發生嚴重事故 造成百名官兵罹難 儘管中共官方完全否認 近日卻傳出 原本應在8月底返回基地 本月初正常休假的艦上官兵 遲遲沒有回家 家屬在等不到人的情況下四處打探 才使得風聲開始走漏 臺灣上報報導 進一步更有信息透露 8月20日 隸屬解放軍北部戰區的093型核動力潛艇長征15號艇 2017年開始服役 自青島基地出發 在黃海附近 七星水下武器試射的演練時 彈藥發生故障 在發射器中爆炸 並非外傳的臺灣海峽 導致潛艇沉沒 根據編制推估 艦上應有約百名官兵 其中包括約30名軍官全部罹難 北京方面也陸續傳出風聲 透露解放軍內部已經展開糾責 徵召之一是身兼軍委主席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訪問南非返國後 立即授權以數月為公開露面的張又霞 於28、29日主持全軍裝備質量工作會議 官方新聞稿並未一例舉出中央軍委及戰區出席人員名單 更令人好奇的是 會議中罕見要求 必須以對官民生命負責的態度提升裝備質量 被解讀為默認確實發生潛艇事故造成重大人員損失 北京消息透露 發生這類重大軍內事故時 當局為了保密 通常不會立即進行糾責 而是在一段時間之後 以其他理由懲處或調整職位 這次事件的主責為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王大中 2022年初晉升 未來可以觀察王大中或其他北部戰區高層 解放軍 總裝備部等部門 是否因案遭調查或調職 判斷潛艇事故嚴重程度的指標 北京人士也指出 這類重大軍內事故一向極為機密 多半會在很久之後才透過悼念儀式 家屬探訪等間接形式證實 2003年4月16日 中國海軍361潛艇在領海內操演時 因氣血故障導致艦上70名官兵全員窒息身亡 新華社於5月2日報導證實 但沒有提及事發日期 直到事發近兩個月後 中共中央軍委在6月13日發布人事令 多名北海艦隊高層遭撤職或降職 海軍司令員石雲生 海軍政治委員楊淮慶也遭撤職 但人事令中依舊資質未提361艦海難 翻車現場 盧沙也出醜 盜用NASA照表揚自家人 中共駐法大使館昨天在X上的推文寫道 神週15號團隊三位太空人 週四應對中國太空計畫的服務而獲獎 並配上一名太空人在外太空 以地球為背景所拍攝的照片 然而這個回饋平平 僅獲得72個喜歡的文章 卻意外地引發風波與大量回覆 因不少眼尖網友發現 照片中的太空人並非中國太空人 而是佩戴美國國旗避章的美國太空人 並紛紛在下方放大美國國旗 並留言調侃 網友找到出處 照片來自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圖中人為太空人麥肯雷斯 照片為他1984年人類史上首次沒記上安全帶的太空漫步 堪稱經典 學者和前記者史密斯寫道 實在是非常糟糕的外宣 這個留言所獲讚數甚至高於駐法使館的帖文 網友毫不留情批評 如MarkerMagic8留言說 偷竊 說謊 做假 表面就是中共的行為 他們是徹頭徹尾不要臉的騙子 更多人則是嘲諷中共宣傳返校過 連大外宣工作人員都不想努力了 8月中 其中共駐法大使館《英世界報》駐上海特派報導中國洪災的謊言與真相 公開怒罵後 這次又張貼美國太空人照片宣揚自家太空人 引發網友群起嘲諷 為止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英國議會研究員被捕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 英國議會一名研究員因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而被英國警方逮捕 他與掌握機密信息的多名議員有聯繫 這名據稱20多歲的男性嫌疑人被指與許多執政的英國保守黨議員有聯繫 其中包括安全事務國務大臣圖根哈特和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卡恩斯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說 與被捕男子有聯繫的幾位議員 掌握著機密或高度敏感的信息 這名嫌疑人和另一名30多歲的男子均因涉嫌英國官方保密法與間諜相關罪行而被捕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說 被逮捕的20多歲男子是英國人 持有議會通行證 與包括圖根哈特和卡恩斯在內的多名知名保守黨議員有聯繫 此前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過 星期日《泰晤士報》援引一位白聽消息人士的話說 這是中共的一次重大升級 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 唐寧街方面表示不對安全問題發表評論 英國議會下議院已被取得聯繫 李強曝中共培養東盟領導人計畫 東南亞幾乎所有電詐員有國安部影子 過千人送中 衝替罪羊 中國女性脫口秀第一人李波敢言 曝合非政府恐嚇 姿勿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